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李叶子 来自于陕西宝鸡 今年即将毕与陕西科技大学英语专业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要找一份总经理助理 或者各位老师 认为我比较合适的工作 谢谢 你好 你好 来 你的推荐理由是 叶子呢 她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就是在美国工作了四年的实际工作 然后跟着一个土耳其的 非常不好伺候的一个老板 然后呢 但是她工作非常的出色 所以呢 她回国以后呢 还是想做高管助理 但是希望找到一个 更加靠谱的高管 她也希望通过这个来切入职场 将来叶子有一个理想 希望自己当老板 所以呢 我推荐你 谢谢 挺好的 你怎么去的美国 当时是学校的一个 赴美担心实习项目 去了以后 在那边是学习还是工作呀 全是工作 没有学习 从事哪几份工作啊 干了第一个月呢 是做的是销售 海产品的销售 工作呢 就是和游客呢 签订一个比较简易的合同 然后我们会给他 free shipping过去 然后第二个月 是因为我当时在做 这个这份销售的时候呢 业绩比较好 然后被老板 引荐到他的珠宝店 做分店店长 还有总裁助理 他刚才所说的 那个不好伺候的土耳其老板 是你两份工作当中的哪一份 是第一份 怎么不好伺候 他的脾气比较暴躁 每天早上 他差不多都会发火 想摔盘子呀 这些都会有 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 是他的发火期 我们都不敢扔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他一动 很规律的 很规律的话 就不属于暴脾气了 是吧 他反正每天都是这种 我觉得他是一种 早晨健身的方式 对啊 摔着盘子呀 活动活动 好像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让你什么 翻垃圾之类的 这是他吗 这是我在那个 海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天 其实我觉得 这是这位老板 对我的一个测试 那天早上他来之后呢 他就一直问说 他喝完咖啡的那个杯子 为什么不见了 我就说我扔掉了 然后他就说 那我那个杯子的盖子 为什么不见了 你给我找出来 那个其实每天早上 大家来之后喝咖啡 那个盖子已经到最底下了 他就让我把那个捡出来 你说那个杯子 这样就纸杯是吧 对 就是那个咖啡 那个纸杯 对 当时我准备戴那手套去捡的时候 他说你不许戴手套 就这样捡 当时我几乎 整个人都要探进去了 你为什么觉得 这是对你的测试 你在简历上写的是 这是对你的羞辱 刚才你在现场就说 这是对你的测试 对 在袋子里面 捡垃圾那个是测试 对 我感觉 因为他当时 在让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因为他让我做的时候 我迟疑了一下 他就开始说 中国人是狠狠 是狠狠 怎么怎么样 那就更不应该做了 所以我就做了 那你就来维护 所谓中国人不懒 我就帮你翻垃圾吗 把垃圾也不太把你勤奋呢 那你觉得这种测试 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义呢 还是他天然就看不上你 或者对你有鄙视 他才会有 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测试 因为他当时 有跟我提过说 他想要推荐我去 他的合作伙伴那里 做分店店长 这个逻辑不对 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一种侮辱感 在这些过程中 有 那即使生了职 你有没有表达你的侮辱感 就是抗汉卫你的尊严 而且他有没有过后 他为这次 他给你道歉 没有 因为我们当时是 只是一个临时工 因为我记得 以前有那个求职的人说 当年他的领导 就故意让他 刷了一行李厕所 完全不合理 但是经过这一周以后 刷厕所 这还可以说 是一种艰苦的训练 他本来是干别的职位的 那也可以啊 而且有保洁员 对 我就让你去刷厕所 关键是 他完全不合理 这跟翻垃圾还是不一样 关键是 不在翻垃圾 他那人说的是 Chinese stupid 对 关键不是在翻垃圾 这件事情 而在说 他说Chinese lazy and stupid 这个是对人格的侮辱 对 哪怕是他说 其实我是对你的一个测试 对 他也没有 对 他事后有给我道歉 因为我当时觉得 眼泪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憋进去了 然后把那个 剪出来 为什么刚才我们问你有没有道歉 你说没有道歉 就是事后嘛 然后我剪出来之后 他就开始说 Chinese people is strong Chinese girl is really strong 然后当时 我眼泪已经马上要出来 我说 Thank you 然后在最后一天 我要离职的时候 就是我在那个机场的时候 我给他 我搭了一下他的肩 我说 Don't ever look down upon Chinese people 他说 OK 为什么这句话 在翻垃圾桶的时候 不说出来 不想把这个事情 真的高扰得很大 其实你内心是害怕 你无依无靠在那 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个地方是没有人保护我们的 所以段老师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 作为一个员工 与工作与尊严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如何去取决 就在你的职业选择里边 我觉得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需要自己做判断的 当你觉得这个公司 或者这个老板 他的价值观 甚至是会侮辱你的人格的情况下 你应该去捍卫自己的权利 你知道吗 当你对一件事情 没有去用自己的权利 去捍卫的时候 你会选择逆来顺受 最后他会变本加厉 如果说想起美国那段经历的话 我挺生气的 那段经历的确对我来说 是刻骨铭心的 但是大家的反应 反倒是我觉得没有想到的 因为可能导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并没有按我的方向来 今天来求知的意义象是 助理 秘书和培训讲师 对 你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我做 我选择助理呢 是因为一直在做 美国那个老板的助理 还有他包括他来中国 所有的翻译助理 都是我在帮他做 做培训讲师呢 是因为我从大二 就开始做我们学校的 英语口语讲师 有没有最低薪水的要求 五千五家 为什么会有一个零头 就随便写的 那五千可以吗 可以 四千五呢 五千家 不行 就五千以上 还有你的工作地点 我刚才写的是西安和南京 对 北京不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 我想离父母近一点 就除了西安南京之外 其他城市一律不考虑 你比如说上海 离南京就这么近的距离 那你这样少了很多机会 你知道吗 叶子 我知道 就这边基本上 都是在北京的多一些 或者叶子 你在西安 你在西安之前有找工作吗 有 当地的薪资水平 五千五百家 容易找吗 不容易找 而且因为当地的小企业特别多 没有太多大企业 都是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五千五呢 所以你在 所以你在西安找到的工作 基本上给你的薪水 一般是多少 一般是四千 那你为什么在这里 要求五千五百家呢 因为我觉得那些公司小 你现在接下来说的这些东西 都逐渐地在减分 我再明确问一下你 地狱有没有限制 是不是非南京西安 不可 其他一概不考虑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发展灯 接下来记录先生我有财 李叶子今天准备了什么 准备了一个PPT 还有个演讲 来 先解读PPT 这个PPT最主要讲的 就是我在美国那段生活 那个城市呢 是一个海湾 是一个旅游城市 这就是那位土耳其老板 他很疯狂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 生意上的天才 下一页 谢谢 不 稍等一下 前面一页 他这么搂着你 你不觉得不舒服吗 这有点亲密地过了头了 不是 自拍都得这样 要不然就出镜头了 左边的这一页呢 是我第一天入职 我还不了解他 最后一页呢 这是我们那天最后结束了 有个party party结束之后 他还给我合一个影 而且还有一点是 我觉得其实在你刚才 整个描述过程当中 你对这位土耳其老板 不说反感 至少是没什么好感的 但是你却把这两张照片 放了上来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的胡子有变化 我想让大家看一下 他真的是一个很疯狂的人 不是 这跟你求职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明确一个立场 这今天你是求职 对不对 然后你整个描述的过程 你对这段经历 其实不太开心 然后你此刻 你放了两个这样的照片 请告诉我 你想表述什么样的感情 表述什么样的职业能力 就只是想说一下 就是这位老板 我在美国生活 这个老板是什么样子 不得不说啊 你的性格极其混乱 我现在看不到 你任何的价值观的 正确的地方 整个环节的解释 和你职场 真的一点点关系 我都看不出来 你想展示 你求职两个岗位 助理与秘书 还有培训师 你要想传递 什么样的能力 和你职场是有关的 因为第一关呢 我会说到 我在美国的生活 其实这一关 这个PPT 我觉得和第一关 是有息息相关的 就是最主要解读一下 我在美国的生活 一些生活照而已 没有说 就是特别想要 说明个什么问题 不 你要说这么多 有关于那个老板的信息 而且无效信息 而且不像是恶感 像好感 我怎么感觉 我觉得说在这 你不喜欢的人 为什么要展示 你跟他的图片 这是一种人的本能 不为谁去展露出 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第一 因为这个老板 他的雇员的 那个频率是非常高的 我能在这样疯狂的 一个老板下面 考案能力比较强 我能工作到 一个月之后 被他提升 被他升职 我觉得这是我 比较优势的一点 之后呢 我在他比较苛刻的要求下 我能在 在他的那个分店里面 我能把他的营业额 能够做到 百分之三百的翻倍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优势 但是你第一次表达的时候 是让我们感觉到 你觉得他很有个性 觉得他依然是个天才 让我们觉得 你很崇拜他 你给了我们 这样一个幻觉 他在陈述中 谈到他的老板 对他有一些侮辱 但是当PPT展示的时候 我们就全懵了 我不知道他的三观 到底是什么 我不认为这样的老板 有什么值得夸赞的 他的整个逻辑是有矛盾的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尝试的 这样来解读一下 比如说有些人 他行为道德品质是不好的 但他却有他的过人之处 在这个时候 我们如何取决地 去去其糟粕 去其精华 就成为了一个一致性 价值观一致性的 一个必要的要求 而你现在恰恰是混乱 你一方面觉得 他有经商的才能 你讨厌他的为人和品德 但另外一方面 你觉得在他手下 工作是一种骄傲 你把这两个混在了一块 因为刚开始PPT没有准备 最后临时准备了PPT 造成了很多误解 我也没有讲解清楚 这个PPT想要传输 一个什么样的思想 并没有把自己 想要说的表达得很充分 即便是在大家都 这么去强逼叶子的情况下 但叶子还是 表现出的很淡定 我觉得这一点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我想听叶子的演讲 来吧 听一下她的演讲 好吧 谢谢 这个名字 我称了 我能不能做 当我在高中 我的英语很严重 我三次参加高考 第一次我失去 因为我只有76 英语 我的英语比试 在初中的时候 初中高中的时候 基础非常非常差 底子非常糟糕 压力非常大 我复读了两年 目的就是学英语 真的是付出自己的精力去学 所以我的方向就是 我要一定要把口语练好 所以我认为我认识的 我认识了 在我的学校 我的妈妈告诉我 不要告诉别人 你已经花了五年在高学校 这就是一件事 我说 我不是因为我学习了很多 虽然我花了五年 所以我一直说 我一直说我不能做 只要有希望在你的 hands 只要我们有希望在你的 hands 我们就去做它 只要我们有希望 我们可以做它 最后我们真的可以成功 我可以做它 你真的可以做它 谢谢 很棒 很棒 我都没感到 自己的很立志的故事 叶子 我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 你看你是因为英语不好 所以你一定要学好英文 我要读这个专业 我要去美国工作这些 然后你在那个工作也是 那个老板对我极其的不好 然后我一定要在你的手底下 去把这个东西要干好了 我倒是觉得你未来的老板 可以对你没有好笑脸 直接虐击就可以了 这分析到底有道理啊 什么意思解读一下 徐华哲我都觉得有点道理 就是你从他这两个的意思来讲 就是你对他好的时候 可能激发不起来他的斗志 反倒你给他压力极其大的时候 那个斗志反倒出来了 对 华哲但是你要从他的背景去考虑 其实从他一直的出生环境 他就是一个在跟命运跟现实 在抗争的一个状况 他在追寻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逆反跟刃劲 是可以理解的 都还不错 谢谢 然后助理秘书 培训讲师 到底着重于哪一样 着重于助理方向 那刚才徐华哲已经说了 助理方向 最好找一个能够压迫你的人 到时你能够更加奋勇向前 如果你要挑老板 你会挑哪几个老板 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这个时候是助理的观察能力 这是一道考题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让我选 我会选郝总的 为什么 因为首先我觉得 虐人啊 你是觉得我能虐你吗 我如果做您的助理 我可以在言心举止上 就是学如何做人 第二点 跟其他的都学 不会做人呢 不是 做女人 做女人是吧 对 就是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 做化妆品方向 对 好意思 对 第二个因为我觉得 不管说是做 任何一位老板的助理 我都可能会学到 不一样的东西 不 你 但你为什么挑好影 就是为了学会做女人 是吧 我很 你不要觉得 这是一个调侃的话题 很喜欢她 很喜欢她 喜欢她什么呢 各个方面 很空洞 真的是各个方面 我倒真不建议叶子 去跟女老板当助理 我觉得叶子啊 我真的 其实这个话题 对你很失望 你的第一项是助理 刚才这个问题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 跟未来的老板 一个交流的机会 你就轻易地放弃了 而且说出这些 很空洞的话 因为她哪方面都很好啊 所以我想跟她呀 但是叶子刚才 就是通过你回答的问题啊 就是你做我的助理 你到底能帮我解决什么 现在你 你刚才所表达的 好像是我要付给你钱 来当你的老师 我觉得她跟你助理很像啊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还有意思 销售港你考虑吗 销售港不考虑 其实你有 很强烈的目标感 如果说给你足够的动机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会是一个 好的销售 因为她毕竟 激迫地想要改变自己 可以说一下 你当时怎么提升了 不是300%吗 那个销售业绩 是怎么做的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 先是做半价 做半价之后呢 感觉不行 因为销量要高的话 要做8万个半free 你这样 你这么总结 特别减分啊 即使做助理 也需要总结提炼能力 如果就给你五句话 然后就是我会调整 员工的上班时间 一 调整上班时间 第二个就是 我要调整店里的布局 第三个要调整 产品的那个 就是销售方略 第四个就是调整产品的价格 第五个 有第五就有 没有也可以 有四个就可以 没有了 OK 第二轮选择 启火流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想问一下 有想说话的吗 刘家勇 其实我对你印象一直非常好 从一开始 但绝对是越来越往下走 就是当你出现这个PPT 我认为你真的 职场价值观是混乱 我不说对于错 这个在我们团队 我是个很害怕的一件事情 我感觉我好像培养不了你 虽然我那里有很多天才 但我真的 你这就有问题 PPT的表达 和他实际的言行 来 断东 他有他的选择 我要补充一下 如果是 我刚才刘灯是想希望 看看你在培训方面的一些潜力 一般来讲 我们对培训师的要求是 第一正确传递你的价值观 或者公司的价值观 第二呢 你能清楚地讲明白 你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让大家不要有误解 那么你刚才正常的表现 给了大家在场的老板 所有的人给了误解 所以我们也等等 曹颖 其实你刚走下来的时候 包括你的前几分钟的表现的时候 我特别想招你去做董事长主理 在上海 月薪给你一万 但是呢 当你展示到PPT的那个环节的时候 我特别同意刘总说的 就是觉得你的价值观是混乱的 完全没有逻辑 这个在职场上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就是随波逐流 在函数没有立场的人 是活不下来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 谢谢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 谈钱不上感情 你推荐的职位和薪水一并说出来 就是我们西安分校的这个培训师 主要是给孩子做一些口语训练的 但是我觉得发展通道很有限 那第二个我给你的是我们江峰连锁事业部的这个运营专员方向 然后第三个是给你的是我们江峰连锁事业部商务拓展总监的助理 薪水如果在北京的话是五千五 如果是在西安的话 休用期三千五吧 转正由他们定 好吧 第二个职位和第三个职位都是在北京吗 都是在北京 好 谢谢 没有问题了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所以你的选择是优胜教育或者是谢谢赛线 请问你的选择是 谢谢 再见 再见 好 来说明一下为什么 因为陈浩老师说 在西安的发展方向很局限 其实我从这个舞台上照顾一个西安的女生 她现在在西安 陈浩我觉得你不用解释了 如果这样一个机会 对 我真的我觉得陈浩今天真是很 作为朋友 我觉得陈浩做的 我要给他一百个赞 因为他也说了 年轻人可以说是非初期是混乱一点 但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刚从美国回来你又没有工作 你完全可以先入职嘛 即使说这个职场通道可能有限 但你可以先赞助 然后再发展嘛 职场规划到此刻 你还是混乱的 我很难想想你的下一个发展 非常不懂的珍惜机会我觉得 所以你知道吗 叶子 就是我在灭你灯的时候 我是蛮纠结的 因为你的那段演讲 还有你的淡定 其实我是蛮想为你留灯的 但是我即便我留了灯 我也认为你不会去我那边 原因就是你最开始 第一个你对自己的预期是太高 你自己都认为你在西安找工作 只能找到四千块钱的工作 但是你在上面来 你就要求要五千五百加 你的目标感确实是很强烈的 但是你知道吗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是需要有沟通的 沟通非常的关键 所以我说啊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听过很多激情的演讲 有些激情的演讲 是基于对命运的不屈服 但有些演讲的激情 是来源于不满 鲁迅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 但如果被情绪所蒙蔽 结果就不是奋勇前进 而是要报复当初 那个对自己不好的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情绪不能用错 谢谢 在台上的话 并没有把自己想说的太多的话 说出来 是自己的问题吧 没有准备的很